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我要两斤龙虾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 LE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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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竹吃吃 大家听到刚才 那个如此模型的笑声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一期要分享的是什么了吧 隆重介绍 顶级老模小龙虾线人 巴尔塔 这位诞生于初代奥特马 而且是咸诞超人系列里面 东厂的地位宇宙人 巴尔塔的名字 来源于被称为 欧洲火药库的巴尔甘半岛 加上当时日本对广岛 长期原子弹的事情 依然心有余悸 所以用了一个 曾经饱受战火吸力的地方 来至今命名 和巴尔塔新人家园 被核试验摧毁的遭遇相结合 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那这个种群的经典事迹呢 就不用我再详细介绍了吧 本该成为童年阴影的巴尔坦 就因为与奥特曼 屡战屡败 屡败屡败 最终变成了 一家子献祭的满门中恋 话说 他们真的还记得 这一只是为了寻找家园 而来的地球吗 不过啊 这一段可歌可泣 从昭和谱写到 平成时期相爱相杀的故事呢 最终在本期主角这里面 落幕了 也就是这位号称 最强的超科学新人 黑暗巴尔坦 那这一款三菱 KOSOV大三龙合作出品的 黑暗巴尔坦分身体 早些呢 就曾经推出过 通常配色了 那虽然说 原型呢 是由大三龙老师 超刀设计 细节十分的爆炸 不过 由于一些品控的原因呢 非常的容易掉漆 被人各种吐槽啊 据说 针对掉漆的情况 三菱还做出了不少的售后 但是就是不知道 保修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了 那其实 我还是蛮担心 同样的情况 也会出现在这一款分身体上面的 毕竟我可是七点钟 就出发去WF排队买这样 不过 既搞之 则安之 素质到底如何 大家一起来跟我看看吧 先来看看包装 与原版配色的区别呢 就是将头部的配色 从白色变成了蓝色 另外标注了Shadowcrumb 作为分身体语言版的区别啊 那话说 这个大头呢 我是越看越有喜感啊 而且莫名的 还有一种 神之狂调的感觉啊 对不起 咳咳 那作为三菱最新高端产品系列 三菱科斯法艺术家 联名系列的首发产品 第一位合作的呢 就是近几年人气高涨的 原型师大三龙 也就是我最喜欢的原型师之一啊 虽然说 他合作量长化产品非常的少 再算上这一款三菱巴尔塔呢 也就只有早先推出的阿考 《残人类》 SIC竞技场《空母》 还有就是即将推出的 Mass Factory 克苏鲁 一共四款作品啊 但是呢 他对生物细节近乎偏执的描绘呢 实在是太对我的胃口了 有喜欢这一类的小伙伴呢 一定要去买一本他的作品集 仔细捧读一下 回到合身 抽拉开启的方式 仪式感十足 而且啊 拉出来之后呢 才发现大头部分是透明镂空的 内核合身布满了生物皮肤褶皱的纹理 感觉相当的大气啊 那么本体呢 我早就已经拿出来摆放了 之前的话呢 也在直播间简单的展示过给大家看 我就不重新回合开箱了 人形态的1比6高度 大概是在36厘米左右啊 外观的质感呢 真是凌晒 有比于通常配色 黑暗巴探写实的亚色涂装 身体的漆面呢 就带有非常高亮的荧光质感 再配合上蓝色的半透明材质 最大限度的还原了分身体的那种 使时而须的感觉 那表面的纹理呢 实在是太爆炸了 由于分身体颜色上面的设定比较简单啊 所以呢 采用了这种类似质画的涂装 放上来强调褶皱的质感啊 同时呢 也在最大程度上 规避了在通常配色上面 所出现的掉漆问题 打个背光 观赏细节 更是能够获得完全不一样的观感哦 那造型方面呢 大山龙老师并没有做过多的更改啊 头部以上呢 几乎都是还原了皮套原有的造型 那颈部的话呢 就稍微粗坏了一些 肩膀部分呢 是垫了两块肩甲啊 加强了三角肌的线条 看起来呢 会比皮套的连接更加的和谐哦 对于可动的设计穿帮遮干呢 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背部有两块凸起的 类似翅膀的结构 毕竟原型是缠嘛 有对未完全羽化的翅膀 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大山龙选择在这里添加了生物细节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点之一啊 手肘部分的话呢 也增加了两块护肘啊 看起来的话呢 力量感更强 而且呢 也很符合宇宙忍者的设定 群甲则完全体现出了那种硬派盔甲的风格啊 加大加宽的设计 更能够展现出一种舞者的形象 还有呢 就是随处可见的战选列文点缀了 不愧是后战的黑暗八弹 如果说上半身还保有一丝皮套的风味 那下半身可以说是完全掉脑的存在了 充满力量的线条设定 极大的补完了我对八弹星人下半身的狭想 怎么好像有点感觉不可描述 哎 不管了 反正呢 对比起皮套的虾尾圈设计啊 这个凸起的关节 壮硕的小腿肚 它就是这一对来自八弹星高阶复古的路怀翘肩短靴 虽然更符合我对一个外星生物的狭想 而纤细的小腿呢 也是非常具有大三龙个人风格的设计 更有利于表现出力量感与冲击感啊 观看外表这一种近乎雕像级别细节 按经验来说啊 可动呢一般都是比较可怜的 然而呢 可能是我太年轻 没什么经验吗 这一款马坦分身体的可动呢 并没有给它的外型拖太多后腿啊 首先 口气的部分是可以活动的 脖子一圈采用了软胶材质 而且啊是多层拼合的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抬头和低头 那抬头的幅度太大呢 也不会参半 里面的锁骨部分细节呢 也做出来了 虽然说左右摇头幅度呢 少得有点可怜了 毕竟马坦人 never say no 但是却可以学微博主跳脖子舞 肩甲抽起之后呢 就可以扩大手臂活动的范围了 再加上鸽子屋的地方呢 还有一个小关节是可以抽出的啊 即使呢有大快胶干涉 还是勉强可以做出平局的姿势 而且啊还有齿轮关节 也不用担心手部太重会下垂 手臂部分的活动呢 非常的常规 掠 钳子也可以开合 不过啊 话说我一直都想不通 像八坦型人这种高智慧生物的手部 为什么是一个搭钳子 压地动 make sense 背部的翅膀呢可以小幅度的调整角度 刚好是可以遮盖用来调整 背部弯曲角度的关节啊 那腰部大概呢是可以向前弯曲这么多 能够让八坦型人看清楚脚效的路 以防再次来到地球 避免遭不测 裙甲部分使用的都是独立的球形关节啊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大腿活动的干涉 再配合上膝盖的齿轮关节和紧实的脚踝 即使小腿如此的纤细啊 调整好角度呢还是可以站得住的 感觉可以挑战一下猪花 那除了可动以外啊 他的眼睛呢也是可以发光的哦 揍手揍字啊 品尝小龙虾之前呢得先取头 那在这里的话呢 放入两颗LR44锂电子之后呢 再按下开关就可以点亮眼睛啦 顺带一提啊 三菱的电磁肠 真的是我见过最干净 质量最好的电磁肠了 随和除了常规钳子以外啊 还附属了一大一小两只钳子 造型和细节也是一丝不苟 那替换上去以后啊 配合点亮的眼睛 是不是有了最经典的剪影的那个味呢 那这一款黑暗8款分身体呢 是我入手的第一款三菱产品啊 当然我本身呢 其实是不得大三楼去的 没想到啊质量竟然还挺不错的 不过关节部分异常的紧 倒是让人有点头疼 无论是在凹造型 开路还是替换钳子的时候 都需要用上吃奶的劲去掰 那对于一款售价2000出头的 雕像级别重品玩具啊 把玩起来实在是让人提心吊胆 不过太紧又怕 太松了又被喷 唉我真的是太难伺候了 那你们觉得这一款黑暗8款分身体怎么样呢 我感觉已经按捺不住 就要去买一个通常配色来还原一下场景了 呵呵呵 好啦 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咯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投币加收藏 数字三连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